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最近为北溪一号管线定期维修 欧洲多国都很焦虑 天然气供应会不会就此喊咖 根据法新社报道 北溪一号管线的年度维修工作很早就已经排定 但由于俄国侵略乌克兰后 与欧洲关系降到多年来最低点 各国都担心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会不会干脆趁机关掉阀门 近来几周 俄国政府减少对欧洲60%的天然气供应 已经对一些欧盟国家产生连锁反应 包括波兰和保加利亚这两国的天然气供应已经完全被切断 俄国当局说原因出在缺少涡轮机 但德国政府谴责这是政治决定 德国长期以来是俄国天然气最大买家 也因此造就首屈一指的化学工业 如今要降低依赖河南一时半刻找到替代能源 尤其德国地处温带天然气是民生必需品 再过两个月室内就要开暖气 德国官员警告民众未来缴的天然气费用将会是原来的三倍 德国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做最坏打算 也开始计划实行瓦斯配给或是规划节能方案 尽可能确保天然气供应吃紧的情况下 没有人挨饿受冻 中央社综合报道